馬來西亞這一波疫情 近來逐漸緩和 不過每日確診病例依舊超過5000 醫護人員還在前線對抗病毒 檳城慈禧志工體恤前線人員的辛勞 特別準備了安心包 要送給專責救治新冠肺炎的醫院 為醫護們加油打氣 正言上人的慰問性和禁思資良 加上聖友們親手寫的加油卡 安心包裝滿了大家的祝福與關愛 他們說非常感謝我們的工作人員 對啦 疫情依舊仍然發生了 所以非常感謝 回家是健康的食物 謝謝 沒有任何能夠說 是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志工在送物資的過程中 意外得知一些醫護人員 因為太忙而忘了訂飯殼 結果只能吃餅乾果腹 為了不讓他們再挨餓 志工聯絡了素食餐館的老闆 免費提供便當給醫護人員 也讓他們能吃得更健康 志工同心協力 做前線的後盾 期許疫情早日消滅 大家新闻 馬來西亞報道 大家新闻 馬來西亞報道